8号信号在本港维持8个半钟头 多处有淋树和淋棚架 屯门有客货车失事 司机死亡 一对男女昨天行飞鹅山迷路 挂8个消防在风暴中通宵搜救 早前受风暴重创的澳门 一度悬挂8号风球 有市民说政府在预报工作有进步 详细内容 受到风暴帕卡吹袭 天文台清晨发出8号信号 维持8个半钟头 澳门也一度悬挂8号风球7个钟 帕卡早上落过香港和澳门 最近距离只有分别90和40公里 其后在广东台山登陆并减弱 五港澳五日来受第二个风暴吹袭 帕卡中心风力比较弱 引起的风暴潮也没有天甲强 横花村里沿门水浸情况没有上次那么严重 当局收到至少450宗临树报告 62人受伤 但澳门居民还未完全由上次天甲风灾恢复 不少住宅窗户还未收好 只能够靠木板挡风 先看看香港今早风暴下的情况 五日来第二个发出8号或以上信号的风暴 令水位上涨 强风夹集大雨 一浪接一浪 在港岛东杏花村的海滨走浪再一次水浸 坑渠有浪花前出 上次天甲浸到沫顶的地下停车场 未再见水浸 天文台说 则如冲中午海水一度上涨至海面基净面以上2米多 比天甲时候的3米多低 上次受灾严重的鲤鱼门 海边的栏杆、民房都未修理好 再有涌浪拍上岸 但是仍然有人不顾危险游泳 临时踏起的铁马再被吹塌 上次很大浪 没那么大风 今次大风而已 影响不是那么大 还有民居破坏了铁皮 有没有铁皮已经捲起了 有 到处飞 飘 到处飘 住在附近的居民就说 由于今次打风期间没有涨潮 水位不算高 所以也不太担心海水会涌入屋里面 上次天甲集港期间严重水浸的大嶼山大澳 政府部门和居民都加强防备 渠务署人员架起挡水板 民安队到民居检查和清除脑障 店铺也做好防风措施 那些雪柜 电器可能升高一些 还有呢 还有那些看板有没有吹 那些 8号信号生效8个半钟头 至下午1点40分 无线电视记者陈兆恒报道 风暴下有货船在香港东面海域沉没 全部人获救 本港多处有嵌树和嵌检甲 屯门有客货车风暴下失事 司机抛出车外死亡 客货车整辆反转 早上7点 客货车在8号信号之下 沿元朗公路向屯门方向行驶 驶到去近错沿村的时候 怀疑失控 撞向防撞难 42岁男司机被抛出车外 颈部严重受伤 送到去屯门医院抢救之后证实不治 车上两名乘客轻伤送丸 警方说司机有佩戴安全带 会尋多方向调查 第一个就是车速 第二个就是轻型货车的机件 性能上有没有问题 第三个就是现场的环境 会不会因为天然路环的关系 这个是其中一个环境的因素会去调查 而强风大雨亦都造成多区有树木和棚架倒塌 西环一幅面积大约20米乘6米的棚架 在清晨6点几倒塌 刚落到西天桥一段慢线一度封闭 九龙城福老村道 亦都有旧楼外围棚架倒塌 石屎跌落马路 附近又有陈树 陈瓜环道亦都有大树倒塌 压住部分行车线 在黄大仙 消防员去到冯德道清理陈树 对落的大陷道就水浸 由的士死火停在牢中 另外香港海事救援协调中心 早早接获通知 一艘货船在香港东面海域沉活 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一架超级美洲炮直升机 和一架定义机前往搜救 救起11名船员 其中一人轻伤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报道 一对男女昨天在飞蛾山行山迷路 其中一人受伤 消防深夜出动过百人搜救 期间一个消防队幕挖倒受伤 被运在山上大约22个小时 男事主先被送到飞蛾山 再送往联合医院检查 消防在星期六夜晚7点多接报 一男一女在飞蛾山电视发射站行山 之后当失了路 女事主多处受伤 接近四个小时后 消防攀山拯救专队 在黄大仙彩辉村对出 离地200米的山坡找到良人 由于天气恶劣 拯救虚事 期间一名消防队幕挖倒受伤 由于当时有暴雨 山洪有些令水位和山间的水位上涨 救援人员都遇上了一定的困难 并且当时凌晨5点左右 就已经挂了露风球 狂风和暴雨 令到当时的情况 特别是被困的人士 已经发觉身处的环境出现了危险 因此我们做过风险评估之后 就将它稍微用承索 固定在一些安全的位置 并且用斗篷 开展了一个临时的避雨点 消防之后再增派高空搜索队协助 去到下午就开始救出他们 消防说他们沿着扎山路而行 并不是恰当的行山路径 我都在这里作出一个呼吁 所有参与行山人士的人士 他们当去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都要留意天气的状况 和自己的能力 特别是选取它的路线时 那个波度、长度和所需时间 以免发生意外 现场消息说两人是内地人 未知是否有足够的行山装备 无线电视记者 李慧报道 海陆空交通服务一度受到影响 其中超过670班航班 延误或者取消 随着泊卡逐渐远离 机管局实施航班重新编配 安排航班升降 风暴期间 有航班取消或者延误 大批旅客滞留 有台湾旅客等候候补机位 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会飞 运气不好的话可能明天飞 机管局说机场两条跑道会通宵运作 疏导旅客 海上交通方面 上环港澳客运码头重开 来往本港和澳门的航班大致恢复 有市民因为风暴压后行程 都不会不开车 因为我常去 你打算去澳门做些什么 买人人饼 买给爹地吃 陆路方面 部分路段因为嵌树嵌棚架等等 要暂时封闭 有巴士路线需要改道或者暂停服务 五日内两个风暴集港 元朗大江堡村一个主要种植粟米的农场 七成农作物受损 设施亦损毁 估计损失超过二十万 这些嵌了 这些断了 其实已经没得够了 已经完全失手了 而后面那些就是因为它刚刚拨引花 但是因为它正正是棵粟米的受粉期 变成它在受粉的过程里面就会有问题 出来的粟米其实都没什么肉了 所以那批其实我们都叫做报销了 他预计最快要两个月才能够有另一批收成 无线电视机仔杨家俊报导 同样受帕卡吹袭的澳门 下午1点改挂3号风球 当局收到107宗事故报告 包括水浸和电力中断 陈日思在澳门报导 黑西澳环这个屋苑 大批单位的玻璃窗几日之前 受到天甲吹袭的时候已经碎裂 居民改用木板遮挡 再经历帕卡吹袭 有玻璃窗被吹到窑房 在现场听到玻璃碎裂声 有窗户剩下外框 有玻璃跌了到外地身旁 大约10米距离 碎片随积被强风吹散 管理着继续运送木板给住户 有居民就担心地庫停车场再水浸 我下车团看底部车 看起来开回来 为什么 浸水浸 地上这些垃圾车都已经被风吹到塌下来 洪佳市附近 有消防清策摇摇肉罪的招牌 有市民说政府在预报工作有进步 上天就浸到这里 差不多10分钟时间就上了这里了 我们的轨已经浮出去了 今次很幸运 政府早点提醒 我们早就有防范 柏卡来集多处都严阵以待 内港客棍码头设置挡水板 这个地下停车场里面的车都开走了 因为经验教训 我们的同事都有选伤的 上次真的是零分 政府应该要反省一下 我们的市民 我们从来没有水没有电 澳门气障局发出黄色风暴潮期间 多处都有水浸 无线电视机者陈日思在澳门报导 澳门政府说九城道路已经恢复通车 正加紧清理工作 解放军驻澳部队也继续协助 清走街上的杂物 李卓謙在澳门报导 接连两个风暴吹袭澳门 街上仍然有大批杂物和垃圾未清理 解放军驻澳部队下午到黑沙环新街 和海边马路一带协助清理 用电锅清理树枝 除了有部分马路的行车线被杂物阻碍 有部分路边的这些停车咪标位 有烂了的车仍然未移走 驻河解放军也派人来帮手清理 澳门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 说会尽快清理街上的杂物 但是有居民不配合 部分的居民将大型的杂物放置在街道上 数量也是很大的 导致我们的清掌工作的成效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当局又说搜索多个地下停车场 未发现有人被困 会安排加快抽积水 本身是澳门人的港大理学院港师 陈志宏说 澳门西面过去几十年 风暴期间都有水浸问题 但是一直未有改善防潮基建 就算有机制 按水浸严重程度预警 都没有列明相关的跟进行动 比如说要考虑就是说 需不需要疏散民众 就是说在这个靠近案的地方 会不会需要做一些加高提为的措施 而且甚至乎会不会就是有 就是有纪律部队去参与这些 主要救灾工作其实在民间那里进行 而反而是政府去掌握资讯方面 亦都是相对有一个落后的情况在 就是甚至乎去澳门特首去视察的地方 甚至他究竟知不知道哪里是有水 还是没水 有电还是没电 他说当局的民房行动中心 协调二十几个政府部门救灾 但是质疑中心以往的演习 究竟有没有因应 类似今次风灾的严峻情况 进行过压力测试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在澳门报道 战友社陈 稍后回来会报道 美国德州受风暴敲围吹袭 最少两死三十万户停电 英国警方据报发现 国会有严重保安漏洞 一旦有恐袭 可能造成过百个议员死亡 鼻敏感又发作 未吃药 敏感刺激 真是鼻无可鼻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除了吃药 还要从日常护理出发 安鼻灵防蚊结鼻喷霧 早晚用洗走塵埃及滋敏源 100%天然海水 从日常护理减少鼻敏感发作 大人、小朋友都用得 安鼻灵防蚊结鼻喷霧 每日结鼻减敏感 成员 我宣传 每晚都会跟你说故事 我宣传你 我们一起看不极光 我宣传下次送品更大的礼物给你 我宣传你环游世界 承諾無分大小 中國人受海外 會實現你每個承諾而努力 Lifelong Promise,Lifelong Partner Lifelong 高鐵香港段 預計2018年就會通車 你想做他還是他呢 請停車門 選擇乘高鐵的他 在西九龍站上車 就可以舒舒服服坐到內地 只需48分鐘車程 就直達廣州 不知另一個距離現在去哪裡 有了高鐵 日後去內地旅行或公幹 就更方便 還接通香港和內地高鐵 完善很多城市 真的很方便 整晚咳不停 怎麼睡 必利痛雙風咳丸特效配方 對付咳嗽 雙風咳丸真有效 平時的藥都不夠厲害 試試必利痛特強雙風感冒丸 15分鐘見效 快速擊退感冒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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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必利痛特強雙風感冒丸吧 擊退感冒症狀 更快更強 恆生私人貸款 一字禁二 手機申請 即影即上載文件 同日現金到手 手機可全程辦妥 立即透過恆生個人手機應用程式申請 24小時專人接聽熱線 281-2800 借還是不借,還得到才好借 近期豪宅市場加氧齊升 多間發展商部署第四季推出豪宅款 豪宅市道前景是怎樣 中原地產特約,樓市怎樣看 星期一晚九點半,無線財經台 回來新聞時間 日前登陸美國德州的風暴 哈維已經減弱 今次美國風災造成最少兩死 十多人受傷 二十多萬戶仍然停斷 預計哈維未來幾天 持續徘徊德州上空 為區內帶來暴雨 可能引發嚴重洪災 半世紀吹襲德州的最強風暴 哈維令到首當其衝的 東南部城市羅克波特面目全非 學校、酒店、教堂、安老院等等 大量建築結構受損 互聯網和電話信號中斷 加上停電 全市猶如死城 有一個人家裡起火 但由於救援人員 未能及時趕到失救死亡 哈維日前以四級颶風登陸 部分地方出現龍捲風 亦有民居的變壓器著火焚燒 惡劣天氣之下 墨西哥灣多手船隻翻側或沉沒 美國海岸防衛隊出動直升機 在海面救起20人 目前哈維的風力雖然已大為減弱 但由於它正以時速不夠2公里的 極緩慢速度在德州上空徘徊 氣盡目門預計 直至星期四 哈維仍然會影響區內多處 總共帶來超過1,000毫米的雨量 並引發災難性洪災 在全美第四大城市休斯敦 多條主要街道和周制公路 已經開始水浸並影響交通 一個司機被洪水沖走死亡 多局在部分地區發布水浸警告 德州對開的墨西哥灣 是美國產油中心 天災嚴重影響原油生產 將可能推高能源價格 加上哈維的強弱和大勢 都與05年重創新澳以來 造成大約1,800人死亡的巨峰卡特里拿相近 面對上映後 第一場大型自然災害的總統特朗普 簽署災害聲明 以調布聯邦政府資源鎮災 並與華府官員商討認災策略 無線理事記者周智玲報導 英國警方就日前倫敦 白金漢宮外襲警案再拉多一個人 過去星期五晚 白金漢宮外的襲警案 繼職場被捕的26歲疑犯之後 警方星期日在倫敦西部 拉了第二個懷疑涉案的30歲男人 說他可能參與、準備或教唆他人進行恐怖活動 案發當晚 一個男人開車駛近白金漢宮 揮動一把長超過一米的劍 並以阿拉伯語高叫真主偉大 三個警員在制服那個男人期間受了輕傷 警方其後隨恐襲方向展開調查 傳媒報導英國警方早前在國會演習 已經發現存在嚴重保安漏洞 估計如果發生恐襲 可能造成過百個議員死亡 英國倫敦今年3月發生的恐怖襲擊 一個男人開車在國會外西敦橋衝向行人 並用刀襲擊警員造成5人死亡 英國星期日電信報報道 恐襲發生之前幾個星期 英國警方曾經在國會進行演習 扮演恐怖分子的警員 深夜猶太吳士賀楚船潛入國會 並且抵達夏議院議事廳 整個過程不用5分鐘 反映存在嚴重的保安漏洞 報導引述消息說 當局估計若果真是發生恐襲 可能造成過百名議員死亡 形容是肉錘針板上 認為評估會引起公眾恐慌 演習在國會休假期間進行 大部分國會議員都不知道評估結果 國會發言人說 國會議員職員和訪客安全 是國會的首要考慮 強調正檢視保安措施 報導說有官員建議撤資為難 阻止船隻猶太吳士賀駛近國會 並加派持槍警衛在河邊駐守 英國近月受到恐襲陰霾籠罩 倫敦和曼徹斯特先後發生恐襲 無線電視記者梁浩瑤報導 被控疏忽職守 未有出庭聽取判決的 泰國前總理英拉行蹤仍然成迷 泰國警方據報在英拉的曼谷住所 進行24小時監控 並隨時準備入屋搜查 在疏忽職手案宣判之前 據悉已離國的英拉被指證身處敵敗 回合在當地的哥哥 流亡的前總理他信 據報英拉甚至計劃向英國尋求庇護 不過泰國軍方 至今還未確認英拉的行蹤 有報導說 泰國警方動員在英拉的曼谷住所外 進行24小時移密監控 並隨時準備入屋搜查 不過泰國警方需要先收集到證據 證明英拉在家 才能夠向法院申請搜查令 民族報引述警方消息說 在英拉的住所偵測到他的手機訊號 但未發現英拉的蹤影 有報導說英拉大和15歲的兒子一起離國 對於泰國當局 為何未能掌握英拉的出境記錄 有當地邊境保安官員相信 英拉是經安檢驗為寬鬆的海路離開泰國 外界矛頭就直指軍方放散英拉 總理巴玉否認 反對英拉的泰國民主黨質疑 如果軍政府不開綠燈 英拉根本很難逃走 要求軍方展開全面調查 有分析認為 英拉和他信在泰國還有一定的勢力 一旦英拉被判入獄 恐怕會引發新一輪政局動盪 所以軍方刻意放走英拉 既不會引發英拉架支持 或者反對者反彈 有利穩定當前政局和經濟 對軍政府來說 又少了一個反對黨領袖 達至三贏局面 無線電視機者增讨著報道 五個到澳洲工作假期的外國男人 懷疑走後駕駛撞樹 三人死亡 一人有生命危險 涉事私家車撞樹後 整架翻側 車身撞到變形 事發在星期日 維多利亞州一個農村 警方說五個在當地酒廠工作假期的男人 懷疑因為走後駕駛導致車禍 當地傳媒報道 其中兩個21歲加拿大男人 和一個21歲德國男人死亡 一個19歲英國男人重傷危殆 其餘一個德國男人受傷 沒有生命危險 戰友射陣 稍後回來會看看 客卡為深圳帶來狂風暴雨 還下冰雹 待會中國新聞會報導 又會看看廣州舉行連順活動 預祝七席 50年來 我們一起見證國際大事 尼克森在北京的大風格下來了 美國總統的總統 想向他的政治表現 柏林圍牆 宣告牙戒 有超過五千人在打理河 恩利一大地震 引發海嘯 造成的消亡人數 共和黨的特朗普 當選成為新一任總統 今後我們會繼續放眼世界 見證全球最新局面 只要我們三兄特留在這裡 第中營就不會出現 這樣才可以改寫大明的歷史 你怎麼會這樣 為甚麼 阿邦,你做甚麼 巨姬月頂呈獻 超時空男神大結局 今晚八點半,比雪台 雅培加營素 最適合關注心臟健康的你 低糖配方的糖分 只得1.75克 對口味又互心 積極互心,越早越安心 想看過展示機? 要展示也展示Panasonic 變頻式冷暖胸調肌 他不太英俊 還會自動調節溫度 夏天涼快 冬天又暖暖暖暖 舒服得震 加上一級能源標籤 你說是否厲害 說到選擇冷暖胸調肌 除了Panasonic 我想不到另一個 就知道了 這支是德國特別研製的洗髮爐 它的咖啡因預防脫髮 它絕非一般的洗髮爐 它是Albussin咖啡因洗髮爐 德國發現工程 天理說變就變,感冒說來就來 我想喝一杯熱水 喝熱水不夠的 要喝必疼感冒熱飲 它有整個檸檬的維他命C 還有感冒藥效 早點喝,很有效 必疼特強雙風感冒熱飲 小心,冷氣感冒 外面很熱,外面很冷 很熱,很冷 擊退冷氣感冒症狀 早點喝,很有效 灰甲恐怖得不想見人 含藥性成分的羅梅樂 只需一星期一次 能有效殺滅灰甲鎮菌 羅梅樂,令我不需要再藏起腳 任何定義下的完美 背後都離不開,用心 尋找各地景致 觸動每寸味蕾 走進夢幻國度 從你的角度,用心安排旅程 完美時刻,源於Kuroni精神準備 菲利普Sonic Care 帶有專利星波科技 釋出的液體清潔動力 能深入納磅 結尺更徹底 菲利普Sonic Care 星波震動牙刷 Innovation and You Philips 小朋友的大腦 吻含1000億神經元網絡連接 衛視S26金莊 含S-Lipid神經超輪治 是腦細胞膜的重要元素 配合其他營養 打好健康和學習基礎 衛視S26金莊 夏天熱熱熱 想消暑降溫 就去河邊衝生吧 救救濟海灘 在此發生了 學習使用泡沫 看待地人在河邊洗澡 明珠絕色 野性特攻隊 星期二晚9時7時 明珠泰 無線新聞台 與你並結 見證香港及全球大小事 這節再說一下風暴帕卡的消息 帕卡早上在廣東台山沿海登陸 廣東多處落大雨 氣象部門就預計 帕卡挨蜂移入廣西逐漸減弱 繼天甲後廣東再受帕卡追集 大部份受影響地區重疊 內地氣象部門形容是歷史小見 央視的報道就統計 連同今次 過去63年來 一共有6對颱風登陸廣東的時候 雙隔都不超過5天 而前幾天受到天甲重創的地方 在帕卡來臨之前都不敢抬問 加強防風防遜的措施 帕卡上就在台山東南沿海一帶登陸 中心風力最高達到12級 市面橫風橫雨 馬路嚴重水浸 當局加緊沿海巡查 這些犯人都勸他們離開 來巡查一下看有沒有滯留的群眾 勸他們離開這邊 因為這邊是風狂 江門有大型廣告牌被吹淋 帕卡為深圳帶來惡劣天氣 我的天啊 怎麼加冰雹 當地氣象台在光明新區 南灣 平湖等地發布冰雹預警 當局收到多宗嵐樹報告 3萬多人疏散 至於日前受風暴天甲正面吹襲的珠海 多處落暴雨 當局發布最高級別的颱風紅色預警 市內停工停貨 帕卡和天甲的登陸點 相距只有20公里 國家防禁要求廣東 廣西 海南等重點地區 做好應急措施 減低災情 由於華南地區 剛剛遭受13號颱風天哥的襲擊 帕卡又接踵而至 其影響範圍與前期受災地區高度重疊 而且這些區域突然含水區飽和 江河湖庫的水位偏高 如果再有強降於山洪地質災害 部分城市的內涝 中小河流的洪水等等這些災害 可能會加重發生 氣象部門預計 帕卡喀曼移入廣西之後 逐漸減藥 我們早前報道過 北京兩家海底撈火鍋店發現有老鼠 又會用餐具清理污水渠 當局再次約談海底撈的負責人 要求北京所有門市 一個月之內公開廚房的衛生情況 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通報道 海底撈消毒記錄不存 餐具亂放 員工未有戴工作帽和口罩 要求海底撈在限期改善 並且要求海底撈在北京所有門市 一個月之內公開廚房的衛生情況 海底撈是內地知名連鎖火鍋店 在廣州、深圳等地設有過百間分店 官方人民網就發問 說餐飲企業的負責人 對食品安全應該負最大責任 如果海底撈的董事長張勇 經常巡視廚房 工人至少不敢冒著 冒了飯碗的風險 忽略食物的安全 中央負責監督財政部門的紀檢部門 有官員嚴重遺紀 沒錯 專責調查官員貪腐的中紀委就通報 核下駐財政部紀檢組組長穆建成 涉嫌嚴重遺紀正是接受組織審查 中紀委通報沒有說明 莫建成嚴重遺紀的細節 61歲的莫建成是18屆中央候補委員 早年在內蒙古工作 2010年調到江西擔任組織部部長 省委副書記等職務 前年年底外調去到中紀委 擔任財政部紀檢組組長 財新網報道 莫建成是18大以來 第三個由省級黨委副書記 轉任去到紀檢部門的幹部 北京朝陽區國際貿易中心 附近是市內最繁華的地段之一 不說不知 當中有一條城中村的 隨著北京近日調控外來的人口 移除非首都功能的政策 這一條城中村可能是面臨千冊 不過當局就要拆穿 都不是那麼容易 由北京記者占前穎說下 北京市朝陽區關東點的這個位置 仍然存在由幾百棟棚屋 組成的一條城中村 由繁華的朝陽門大街 一轉入這一條村 彷彿就走進去另一個世界 土地爛了 小蚊仔用地上的污泥來玩泥沙 即使是本地的司機 都不是每一個都知道 有一條村深藏在鬧時之中 人家說這裡是城中村 但是說我們畢竟還是等於住在鄉下一樣 就隔一條馬路 但是生活完全不一樣 這條村叫做化石營 來自湖南的劉先生 和家人住了在這裡六、七年 他說居民主要都是來北京打工的外地人 他就靠買雜貨勉強維持到生計 留下是希望兒子可以在北京長大 隨著北京政府將首都改革 調控市中心的外來人口 疏解非首都功能去到城外的地方 朝陽區區住建委點名要拆遷化石營 不過化石營周邊的地皮 價值高達每平方米8萬元人民幣 這條城中村可能貴到拆不起 以前聽別人說拆遷腦是拆不掉的 人口居住太多了 他們補償問題有一些問題 如果拆遷的話 我們一定會到別的地方 或者是回老家 有北京居民形容 這裏是全北京最貴的城中村 政府曾經多次想拆遷 但都不成功 原因就是政府要按回鄰近地皮的地價 補償給這裏的居民 來這裏正是被甲級的商業大廈包圍 地價甚至是高於香港 在化石營 抬頭就看到正在建的中國磚 這棟樓高108層 是全北京最貴最高的樓 剛剛在這個星期平了頂 大部分居民都不願意加原拆遷 是因為租戶未必獲得賠償 但住了在這裏60年的北京老伯 老伯就很不認同 老伯說這裏太殘舊太破難 很多原本是北京戶口的鄰居 都已經搬走了 將這間屋以千多元人民幣 租給外地人 令到化石營越來越亂 留在這裏的 都是搬不走的老人家 澎湖居住條件差 但就要求政府要賠足錢 他才考慮搬 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 詹前榮佩奧 明天是七夕 即是中國的情人節 情侶掛著慶祝 可能忽落了七夕歷史由來 在廣州的天河珠村 一年幾天都舉辦活動 預祝這個節日 可能會令大家加深了解 由駐廣州記者馬慧山說 有八百多年歷史的天河珠村 這一日舉行拜七姐儀式 農曆七月初七 稱為黑巧節或七夕 民間傳說是牛郎和職女 一年一度相會的日子 廣州又叫七姐誕 精心打扮的玉女才上香 獻茶 再拿線川芯黑巧 黑巧就是向天上的側女 祈求心靈和守巧 暗地裡祈求一個美好的囊君 找到一段幸福的婚姻 美滿的家庭 所謂墨似主人人 所以做得好 就反映一個人多有心思 守衛多好 肯定能夠墨到一個 好的如意囊君的意思 天河追川被施為廣州黑巧習俗 保留得最完整的地方 当地习俗2011年 跌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按照习俗拜七者前要恭请职女下饭 这张桌子叫做共案 上面的手工艺品 包括这条被牛郎职女相见的雀桥 都是春文自己设计自己制 很漂亮 很神奇 那些人的手很巧 过来拜那些单身 都希望有成人忠诚见熟 我们结婚那些都祈求 好像你说家庭幸福 小朋友健康快乐 春文甜衣过去十年 都为黑口哲制作手工艺品 见证着时代变迁 多数都是做些瓷菇 又做些玫瑰 做些某单那些 样样除了都是买的 买回来做的 那我们就要想出来了 往生时就用咒纸的花来做的 就是做花的 然后生时做的那种丝物 做一朵花要过几钟 但原来只做一片花饭都不容易 有春文就说 平时会到附近的公园 教小朋友和年轻做手工 令到这门传统工艺不会失传 无线电视处广州记者马慧山报导 今天的中国新闻先说到这里 好的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报导 拘捕南韩最快 这个星期部署成余四架 砂德导弹防御系统发射车 又会说下有流学生 趁暑假到小学而教英文 鼓励学生多用多讲 为什么这个混蛋做了这么多 混蛋都可以什么事都可以 你真是的 你决定了要安诺死吧? 是 好, 我接你拖机 一天都是个死亡 我认得他死 安诺死在香港是不合法的 快走 加油 加油 救命 新思维 热合现有五大财金专题 成功尽再掌握 星期一至五 无线财经台 全方位投资 又头痛? 别想了 选择吃花果肉吧 不 女与鑽食特强幸福止痛素 超过九成七 使用者认同 畜效止径痛 就是止痛 你的选择 干净和真干净 指差一线 一线 提色齿尾膨胀牙线 強热得玉水膨胀 填滿牙縫 輕易拉出牙菌膜 牙齒便變得真干净 要真干净 還有另一選擇 色齿尾長頂牙縫擦 搜羅世界各地 優質品味梳化 誠意為你打造舒適智能駕居 信心保證,貼心為你 梳化創 智能梳化,智者之船 無論開會多遠距離 由香港國際機場駕車回家 都只是約36分鐘的距離 你問我,事業、子女和老公 我會怎樣選擇 我會問你為何要選擇 大廚這個位置我做了40年 但我最喜歡坐在後座這個位置 公公就是我 說是那個一定不是我 我們家就在這裡 港鐵荃灣西站優越生活 全城會 灰甲恐怖得不想見人 含藥性成分的羅梅諾 只需一星期一次 能有效殺滅灰甲鎮菌 羅梅諾,令我不用再藏起腳了 有健康啟拍,怎麼看都這麼帥 落下關自在營養奶粉 特有添加葡萄糖胺和軟骨素 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元素 而低乳糖背方容易消化及瘦 令你關節靈活 你自然認得起 營養奶粉專家,諾雅奶粉 總代理,殉榮貿易 表面已經到達去見了 儘量温温活動時要預防腿叮 可以穿淺色長袖三褲 還有用驅蜜劑 最好避免在叢林長時間逗留 我們要做好個人防腿措施 預防有蜜傳播的疾病 可像燈格熱和日本老鹽 团圆同舟共濟 无具挑战极限 今晚共40年香港藏屋呈现 重临的发真 今晚9点J2 再回来新闻时间 本港在短时间内两次发出白号讯号 天文台说对上一次已经是1966年 当时两次白号讯号 相距只有三天有三个小时 香港这段时间都是风贵的日子 时不时都会有热带气旋发展 还有会接近我们 影响我们 都不是一些很罕见的情况 至于有没有和气候变化有相关 气候变化就是要看一个比较长期的变化 只看一年里面热带气旋的数目 就未必直接相关得到 南韩传媒报道 当局最快今星期 部署成员4架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发射车进入基地 报道引述南韩高层政府官员 说4架萨德发射车已经准备就绪 等待萨德系统用地 最快在今星期初完成小营